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啥 生态版啊 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指代 广义的生态版啊 瞄准的对手呢 是需要刷漆的石木板 相当于啊 这个生态版就是免漆版 包括免漆爆花板 免漆蒙古板等等啊 咱们之前讲免漆版也讲过 狭义的生态版呢 瞄准的对手就是爆花板 指的就是有市面的石木拼接板 这个石木拼接板呢 国家有标准 是L1-2488-2015 叫石木拼接板标准啊 石木拼接啊 有很多种方式 说两种啊 大家可能会熟悉一点的 第一个呢 叫做平接 几乎啊 咱们所有买的石木家具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石木呢 裁切并且打磨平整 通过胶粘的方式平接在一起 一条一条一条板直接平着接在一起 第二种呢 叫做齿战啊 也有叫做纸战 我一直怀疑啊 是不是有些人咬字不清吧 这个齿战误传成了纸战啊 它没有什么像手指头的地方 以这个齿形的笋啊 将这个石木块拼接在一起 再用胶粘一下 这种叫做齿战 一般呢 做初级板材会比较多 原来啊 这个生态版还有一个更学术一点的名字 叫做三聚青庵市面版 但是自从啊 这个三聚青庵被加到牛奶里后啊 这个名字啊 彻底搞臭了 所以呢 行业里面也把它的名字变成了市面版 或者叫做生态版 它是这么来的 业主啊 自己找木工打一柜 很多呢 都会用细木工版 如果啊 是表面有湿面层的 那就是生态版 那就可以不用再刷漆了 如果表面呢 是没有湿面层的 那就叫做大新版 那表面呢 还要再刷一次漆 从装饰效果来说啊 湿面层和刷漆 这个各有所好啊 大家也是选择不一样 但是呢 从装修污染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生态版要好过大新版 这里面啊 再提示一下 三聚青庵虽然加到牛奶里面被喝了有毒啊 但是正常做成一种材料来使用 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啊 依然有大量的三聚青庵 作为勺子 筷子 餐具啊 在被广泛使用 很安全啊 不用担心 好 本期内容啊 就到这里 装修有什么苦恼 不妨说来听听 也许我能帮您解答 关注《善意的浪漆》公众号留言提问 还能领取学习者福利哦